四千 四千是八个 怎么得上的这个病啊 你卖鞋 卖一次鞋给多少钱呢 四十五块钱 艾滋病有多可怕 未攻孩子上学 村民卖鞋养家 一次四十五块 没得想意外染上艾滋 十天死了八个人 眼前这个被坟头包围的村庄 是熊桥村 位于河南省上菜县 是省内艾滋病人数 超过百人的重点村 也就是人们平常说的艾滋村 在这里几乎每个庭院 就有一位艾滋病人 每一年都有村民因此离世 就像一场现实版的狼人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我国出现了很多血头和血霸 他们在各地私自设点 非法采集血浆 像熊桥村这样偏僻落后的村子 可以说是卖血贩子的天堂 血干净人好骗 到九十年代初期 血战发展几乎到达高潮 卖血贩子杀进各个村庄 鼓励村民有偿献血 甚至扬言 卖血光荣 卖血可以发家致富 由于人多地少 难以为之生计 想要供孩子上学 更是天风夜谭 村民走投无路 试了一把 结果还真赚到了钱 一时间 大家热情高涨 卖血成了村子里补贴家用 供孩子上学 最快捷的方式 有的甚至全家出动 毫无犹豫伸出胳膊 卖一次可以挣四十五块钱 本想让生活过得更好一些 却不曾想 最后落得个家徒四壁的结果 由于无人监管 针头混用 一辆卫生不过关等原因 熊桥村一千多人中 有三分之一染上了艾滋 当时还没有治疗的特效药 有人自己喝药治疗 有人承受不住跳紧 有人精神饱受摧残 活活吓死 从发现第一例感染者 到2015年 这里大概有200多人相继离世 最多的时候 十天死了八个 每年村里都有人离开 有的院落荒芜空荡 家人全部去世 有的破败不堪 孤独地住着一两个老人 开始买些了 我才37年 37年 78岁的熊富贵和老伴 是村子里最早一批 染上艾滋的人 年轻时未公孩子上学 夫妻俩卖血养家 可到头来 大儿子夫妇俩却因此去世 二儿子二儿媳 也因卖血感染 如今老两口已感染几十年 住在土坯房里 黑咕隆咚瞒目疮痍 仅有的家具 是几个板凳和一张八仙桌 靠几片脖地维持生活 熊富贵还有一个小儿子 叫熊四民 上世纪八十年代 他是最早一批 外出打工的人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 食堂工作 还算体面 但回村后 哥哥嫂子因病去世 自己也染上了病 他开始戒酒交仇 2014年下 八岁的儿子因艾滋去世 熊四民彻底崩溃 一直消沉 每天都活在痛苦 不安和惊恐之中 如果当年一直在北京干下去 就不会回来卖血 如果没有卖血 就不会得病 2004年 当地政府开始实行 免费的抗病毒治疗 熊四民和妻子 这才看到了一线生机 打起精神 养猪维持生计 2010年 他用所有积蓄翻新了老屋 希望能活着 看女儿考上大学 走出艾滋村 如果自己和妻子也因病走了的话 女儿也好有个窝 和他抱有相同希望的 还有同村的熊自成 熊自成2002年确诊为艾滋 小儿子熊长东 学习成绩优异 是家里唯一的高中生 为了能让儿子顺利考上大学 完成学业 他带病外出打工 那时 政府每月会发放100元的特质票圈 病人可以凭借票圈免费看病用药 实在艰难时 熊自成就把票圈换成真钱 给在城里读书的熊长东送去 有些感情的画的可能就是 我爸的救命钱吧 你有没有跟你爸爸提出过 你不再上一圈吗 我不敢说 如果 我不上了 我不知道我爸会这么想 他可能 肯定很失望 2004年 一场大雨 家里的土坯茅草屋被冲垮 一根屋脊断了 屋顶也有部分坍塌 全家只能借助在亲戚家 熊自成却十分开心 因为屋内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 而且那一年 小儿子考上了哈尔滨的一本院校 成了熊桥村历史上 第一个大学生 提及这一消息 男人的脸笑住了一把褶子 从几辈子也没出过大学生 赖了喝中的个大学 对不对 反正几辈子也没有上我正大学 你现在 你真凑合不起 那还得想办法借 那真借不来 那想办法借贷款也得上 儿子考上一本 成了全家的骄傲 但上万元的学费却是一大难题 为了测学费 熊自成跑了五十多户人家 本想去贷款 幸得媒体帮助 在一些爱心人士的捐赠下 那一年 熊成东终于走出了艾滨村 在哈尔滨 他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 让我正确成为一个 比较有用的 显得出名一点的人士 不要愧对那么多人 对你的帮助和关注 这是熊自成写给儿子的唯一一封信 也是父子间的诀别信 2016年7月 爱笑淳朴的熊自成 没能等到儿子大学毕业 因不舍五元的公交费 临雨后 艾滨病发去世 十年57岁 熊自成用自己卖血和治病的钱 把小儿子送出了艾滨村 但他却无法改变 长子熊常永的命运 2003年 他被查出艾滨 为宫女儿读书 熊常永和妻子 同样带病外出打工 亲愿只有一个 宫女儿上学 让他将来走出艾滨村 奶奶也经常对孙女说同样一句话 考上大学 别再过奶奶这样的日子 熊富贵和熊自成两家 可以说是熊桥村的一个缩影 每家的情况大都类似 根据2001年 国家卫生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 盛菜县是艾滨病的重灾区 全县13个乡镇中 有8个因卖血大面积感染 最初都是通过血液传播 后来随着数量的增加 又逐渐演变成夫妻间的相互感染 怀孕生子母婴传播 很多孩子一出生就成了受害者 年老的病患一天天离去 熊桥村每年的田野上 都会多出几座新坟 身为农民 无门无路 他们不知道会感染艾滋 只是想让孩子 不再跟自己过一样的生活 为此奋斗终身 竭尽所能 供他们读书 一遍遍劝孩子 诉说自己的人生经验 不要留在土地上 不要留在艾滋村